好 继续俄乌战争 再来看俄罗斯接连四天针对了乌克兰两大港口奥德萨以及尼古拉耶夫进行空袭 总共发射了近70枚飞弹跟90架的无人机 而俄军这次攻击的地方 乌克兰空防能力相对的薄弱 造成不少死伤 而白宫也证实美国救援的极数弹已经用在战场上 奥德萨警方摸黑狂奔 因为眼前又有建筑遭炮弹击中严重垮塌 幸好获救民众还能自行行走 但得小心翼翼跨过废墟 最后直接坐在马路边接受包扎 不止奥德萨 尼古拉耶夫也有房屋陷入火海 自从俄罗斯宣布终止黑海鼓舞协议后 礼拜一开始就锁定乌南两大港口城狂风滥炸 俄罗斯声称是为了报复赫里米亚大桥遇袭 攻击乌南的军事设施 但实际受害的都是小老百姓 有年轻宝杰命丧瓦利堆中 他的祖父受访途中忍不住悲强中来 这次连大陆位在奥德萨的领事馆都被波及玻璃碎裂 周五凌晨奥德萨又再响起空袭警报 这已经是该区第四个不平静的夜晚 没人知道普京究竟何时罢休 这次乌兰之所以灾情惨重 主要原因还是防空系统不如首都基辅 乌克兰另一大挑战 还有俄军在南部设下的重重地雷区 这段无人机拍到的神秘小白点全都是反坦克地雷 光是搜索到挺进排除就得花费大笔的时间 反攻进度因此被拖慢 不过乌克兰早在该区部署好美国的布莱德雷战车 先前到德国受训的乌兵已经就定位等待突破时机 我感觉非常保护 说我们知道我们安全因为它可以抗拥很多 它们有非常浓度的码材 而且它们被试图在战争 在巴克兰 炮兵们也分辨必要承诺 使用俄军 我们在乌克兰的地方 都被试图了 我们在乌克兰的地方 都被试图了 因为我们在乌克兰的地方 都被试图了 我们在乌克兰的地方 都被试图了 同一时间 白宫首都证实 先前提供给乌军的极速弹药已经部署战场 极速弹药的亚弹率最高可达40% 使用上充满争议 不过美军退降认为只要记录好使用的位置 就没有太大问题 面对反攻压力 俄罗斯铁了心拿两屎开刀 宣布未来往乌克兰港口行驶的船只 都会被视为军事运输船 国际股价格因此再往上飙 解新闻 综合导 以防到白俄罗斯的瓦格纳佣兵团开始帮白俄训练特种部队 还选择靠近波兰的边界打把练兵 波兰倍感威胁 而立刻也调动了1000人加强边境的防御 前俄罗斯国会议员警告 瓦格纳可能会在北约家门口借机制造事端 意图扩大展示 白俄罗斯士兵全副武装 搬出装甲车跟机枪野战特训 还特别学习操作无人机 教导他们的这是当今事业上 少数有无人机实战经验的禁旅 洛罗斯的瓦格纳佣兵团 亲自训练白俄的特种兵 打把地点还刻意选在距离波兰边境只有五公里的地方 等于是在北约的家门口巷装舞剑 短暖一个月瓦格纳的命运如同大云霄飞车 兵便失败之后连俄罗斯本土的巢穴也保不住 And Wagner had to shutter its main base in southern Russia The base ceases to exist, this fighter says Wagner private military company is relocating to new areas 瓦格纳按照约定前往白俄展开数百公里的长征 Various social media accounts had already reported movements of what appeared to be large Wagner convoys on the move towards Belarus 流亡生活过得如何 开装甲车兜风开心比赞 瓦格纳的Telegram频道上充满立志的心灵鸡汤 连行踪一度沉迷的领袖普利格金也疑似现身百二 虽然光平声音跟模糊的声音很难 百分之百确认真的是普利格金 不过西方媒体很讶异 他竟然没有被俄罗斯总统普钦报复灭口 透过卫星画面还可以看到 预计可容纳一万人的瓦格纳白俄基地越来越热闹 即上个月底出现帐篷症 前几天又冒出一堆车辆跟补给品 英国的BBC还进一步确认 普利格金迎接影片的拍摄地点就在基地内 瓦格纳看似满血复活 周边国家百姓瑟瑟发抖 这位波兰的阿嬷害怕落泪 瓦格纳的威辙效果已经达到 瓦格纳撤出乌东之后 转入地理位置非常关键的百二 驻地往南三百六十公里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往西三百公里就是北约国家波兰 波兰的军队立刻调动了一千人 加强边境防守 不过流亡西方的前俄罗斯国会议员就警告 要当心的还有北方的波罗地海三国 西方开始担心瓦格纳会借故制造争端 成为北约东义的不定时炸弹 但是话说回来 总统普京饶过普利格金等于纵虎归山 恐怕让俄国精英对普京的统律力打上问号 美国CIA的局长伯恩斯就认为普京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近来俄军的目光还放在远东地区 跟大陆解放军一起出动十多艘的水面舰艇 跑到日本海演习大秀肌肉 美国媒体就解读 这是中方用行动力力挺俄罗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